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因为您的改变 您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改变 可能会让很多很多的人 例如说新北市政府 它的脚步已经走在全台湾各行政区 很快的脚步了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 您跟得上跟不上 你不能说跟不上我就去高雄 我就去台东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如何去把自己的一个工作水平提升 跟各个其他新北市的一些行政区域 来一起行政的区来去搭配互相配合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 大数据 它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资料 你看嘛 地理资料谁整理的 绝对不是管那个登革热疫情卫生单位来去处理的 对不对 它可以收集到什么 控制到那个时间 发病日或登录日 可是它能不能控制地理环境 那再来就是温度 温度是不是气象局 所以它唯独大数据要能够成功 唯有赖各个部门都要开始努力去做 才会成功 我们不可能再直接只端看某一个点 我们看的应该是更广的 例如说蚊子会被养富有的人 这是不是要结合十家分路 也许我们才会知道的 你们也许会觉得这很好笑 但是蚊子会被养那个高楼层的人 还是低楼层的人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很重要 如果他不养十层楼以上的人 那以后这个城市如果蔓延的话 那就请大家什么避难 避难到哪里 高楼层 了解吗 台风来的时候不是都要避难吗 对不对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大数据分析 请各位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工作 把资料收集好 然后还有您要加一些分析 分析的概念 那我线上有一堆的课程 我一直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 那我今天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问题就欢迎你 等一下再来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孙剑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工作课程介绍 让我们再次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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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